大家好,我是我爱阿珠阿芷 今天是2022年3月16号 弟兄姊妹们平安,YouTuber们好 今天是我做的有关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212 217 今天我做的提问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真相大白 从已经进律师被杀后的媒体报表 说一下舆论操控 今天我做的提问是 从已经进律师被杀后的舆论媒体报道 说一下舆论操控 弟兄姊妹们 你们知道我们在网上看信息 一般是如果从政治这个角度 就是说一般的认知的政治的角度来看 我们一般说有亲共媒体或者就是共产党媒体 一般来就是所谓的反共媒体 或者是不赞同批判共产党的媒体 就是这两大方面 如果我们得到的信息一般开始都有始终 因为这是个世界二分法的一个方法 大家都觉得好像这样的事情肯定会不会存在 一个是一个亲共一个反共 但是由于你们如果听到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你们就知道他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了 因为共产党他他就以假装反共的这种方式 在教会进行操作 然后实际上是来控制教会 所以说这个就变得很复杂了 所以说我们以前所分的所谓的共产党媒体 或者民运媒体 他其实界限不是那么清楚的 不是那么清楚 因为所以说我后来就把那个搞民运的 所以说我都通通称之为媒体操控 因为我们他们发表的消息 也是说媒体上 我们得到的信息也是 就是都是他们的媒体发表出来的 所以说我都一般称之为媒体操控 就是说我们得到这正反两面的信息 我们必须要加以自己的审思民变 就是圣经上也说了的 有人讲道理都还要审思民变 跟我说这还不是讲的 不是讲的就是别人的话 就像包括我讲的话 你一定要动脑筋 叫审思民变 我很长时间没有提这个话了 你听了我的 你一定要自己动脑筋 对与不对 你不要轻易的相信 我讲的我自己以前说过 大的方向肯定没有错误 比如说基督教核心控制计划 但是细节它肯定有错 比如说还包括一些的可恶 所以一定要审思民变 一定要什么 这并不是脚踏两只算左右摇摆 但是因为我的看法就是 这个在中文媒体 它基本上没有存在所谓的反共媒体 主要都是混合在一起 大部分所有的基本上都是共产党控制的媒体 因为它有些个轻重反击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从李津静的律师被杀 就看得出来有这么的一个舆论的倾向 过后跟你们讲 我就是说一下 这就是为什么我讲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许多人不相信的原因 因为在过去几十年来 这些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人 他们就是鼓吹了掌控了媒体 鼓吹了这么一个东西 鼓吹了这么一个乌托邦 就共产党鼓吹了这么一个乌托邦 许多人相信有个社会无因 基督教可以改变中国 基督教可以改变中国 基督教可以带来中国的复兴 基督教可以使中国崛起 这些通通的都是这帮人吹捧的东西 就像我说的 先前雄言已经投向共产党了 你还相信基督教可以拯救中国吗 根本就不可能 本来基督教就是我们的信仰也没有这个作用 实际上没有这个作用 再加上这本来又被共产党控制住了 这种希望更没有了 所以说我就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 主要是对李津晋被杀 当然杀人这肯定是不对的 这点我上期节目没有强调 这种杀人这几种行为 这个都会每个人做什么因就什么果 他杀了人 那在中国肯定就判死刑 在美国说不定也是终身监禁或者什么的 因为他自己带到有可能是预谋杀人 所以说我今天为什么来还讲这个 是由于我看见有一个弟兄吧 还是是对他自身是弟兄 他就在我发言 他一天前在我这个140一期 从假先知假师父 教会卧底王毅的秋毅之父 假教会的名称变化 说基督教说就证共识和归宗中派的关系 并说说油价与信心 就是有一个叫HH帖子 帖子 他在我下面留言 我现在有点懵 我在国内到底信谁 弟兄 你说一下你的政治主张 好让我辨别一下 好 我就跟他说 其实很清楚 就是看一下我下边的文章 就是我要抓着文集啊 或者批王爷的厌诞归 批王爷的厌诞归人的文章啊 这些都已经很清楚了 因为他可能刚开始看 没有完全的看我的节目 我的政治主张是什么 因为我虽然不从事政治啊 但是我一直在说 就是政治主张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不和共产党合作 我再次强调 你们不要说我是反共啊 反共这是个主动的问题 反共它就是一个政治行为 它是个主动的 我一般说为我们是抵挡 共产党对教会的入侵 抵挡 抵挡就有点被动的意思啊 当然被动主动 那就看你怎么说啊 就是 当然你抵挡共产党 共产党有可能他也会摘账 说你反共啊 或者什么的 把你定位这些 那些都不要管 这只是概念 概念对我们来说 我们是抵挡啊 就是像王明道说的是 呃 我们是为了信仰 我一直强调我们是为了信仰 而王明道 所以说把它定为反革命 集团的首领之后 他始终不服 他不是反革命集团 所以说我的政治人就是不和 最基本的 这是基督罪 不和共产党合作 抵挡共产党 当然 抵挡共产党对教会的入侵啊 那也和共产党合作的都是 共产党的人啊 这是我的定义 所以说 这是非常清楚的 看到我的节目就知道 但是你不要说我是反共的 就像我以前那个 我被我骂成诸葛不如的那个所谓的基督徒 他就说啊 他说你反共 我比你更反共 我马上就提醒了 我不叫反共 我是抵挡在共产党对教会的入侵 共产党对教会的进攻啊 是抵挡 这个不一样啊 不一样 概念上是不一样的 你不要把我归为什么反共人士啊 那是错的啊 那是错的啊 所以说 由于 为什么他啊 他搞不清楚 他脑袋蒙啊 因为我看了一下 他 他订的那些节目 我就知道了 你看他是什么刘 刘仲敬的 官方频道啊 这些什么潘禄使图坛 知道吧 这个潘禄也是前两年才受洗 我在上面呢 他大概在欧洲哪个地方 我说 他受洗了吗 我说弟兄啊 你要小心啊 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我刚说这个话 他就把我拿黑了 再推得上啊 这个叫潘禄使图坛 不过现在由于 基督徒暴露的比较多 假基督徒暴露的多 你看他好久没有做节目了 9个月前才做节目 才是最后一个节目 你看他订的还有哪些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弟兄 他订阅的哪些的节目 你看 还有一个就是任不为假牧师 你看没有 这都被这些洗脑的 被这些假牧师啊 什么攀禄啊 你看 他看到这些就是这些人的 知道吧 所以他要 他脑袋蒙了 那是完全是自然的啊 就是说已经 因为这个媒体 主要的媒体 都被这些基督教和谐 控制计划的人控制住了 其实说实在 就是被党控制住了啊 所以你看 他搞不清楚 非常之气 非常明显 再加上 所以说我今天呢 我就说这就是媒体操控 我把所有的这些通知为媒体操控 就是为了区分 就是哪一部分 好像是所谓的民运的啊 他其实都是媒体操控 他主要的东西 仍然是被党控制的啊 所以说我们再来看看 李静静的那个被杀案 李静被杀案呢 就 就有一个视频发出来 是就是这个叫张 张什么林嘛 那个凶手叫 叫小林嘛 还是什么 没关系 那个张小林 对张小林呢 警察把他抓住了 弟兄姊妹妹 你看这个警察 他是怎么说的 他 好你们听 我过来再来看别人的发言 张小林 为什么要发言 你们最后悔的应该是你们 你们这些叛徒 最后悔的就是你们这些叛徒 你们身为中国人是要反共 你们也要恨死无数学生 还要恨学生 好弟兄姊妹们 你们听了没有 有一个媒体的张小林 你后不后悔 然后张小林他这是怎么说 你们最后悔的应该是你们 你们这些叛徒 你们身为中国人就要反共 非常清楚 他说的是就要反共 就要反共 你看这个 这个叫英明的说 老子反反复复复听到恩便 人家喊的是 你们身为中国人就要反共 你们为什么都听不见 你们要跟中共一样 只鹿为马吗 那你们反中共到底是反他什么 难道是反中共 在位太久没扔到你们 你们真的是生人 目前不了解真相 但仔细听到多遍 是就是 而不是还要 但应 但该旅因你静静反共 不积极而杀之而难以置信 弟兄姊妹们 你们看其他的报道 这就是说这个非常清楚 我也听得非常清楚 因为他的普通话比我好好 你们听他说的是 你们身为中国人就要反共 当然这个也可以理解 就前后说你们这些叛徒 怎么这么好 但是其他的媒体之后 就会报到尾 你看这个媒体 就怎么说 说的是 就报到尾 你看 你看 报到怎么报道的呢 这些媒体 有大媒体也这样报道的 包括这个 该后悔的是你们这些叛徒 你们身为人 确也要反共 干什么 人家明明写的是 就要反共 你们 他这些媒体 就两方媒体 现在就主要的媒体 你们自己在推上去看 都是报到的 确也要反共 这些确要反共就把他 就把这个杀人者 就定位是共产党的人 因为过后你们仔细再看 包括魏 魏京生啊 这些所谓搞明的 我称之媒体操控的人 他们 以前我对他们是有好感的 因为后来我发现 基督教和学控制计划 之后我发现这些人真的是 假的 假的反共 假的反共 所以说 都是说都把这个杀者定位 是共产党要杀李静静 因为李静静嘛 很明显他是搞 所谓的搞民运的嘛 我现在称之为 媒体操控的 搞民运的 所以说 所以说都说是 共产党派的杀者 要杀他 杀他什么的 但是你看 所以说他 为什么这样 为了证明他是共产党的人呢 就把说成他是共产党的 说的话就是 你们身为中国人 却要反共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指责李静静这些人 对吧 指责你们反共 你们不对 就表明这个人呢 是共产党的立场 对吧 但是实际上 你们仔细听录音呢 他说的是 你们身为中文 就要反共 而把这个李静静呢 他们就是 是叛徒 知道吧 就是所谓的假反共 说是非常清楚 我这样 这样说他是由于 我还看了这个 就郑成柱 我说的 这搞假真逼的 郑成柱 你们去看 这个叫郑成柱 郑成柱的录音 他那个录音特别长 我就不放了 你们自己看 这有地址 我一点没杀 我仔细听了 他是说那个郑成柱 他是那个录音 他没有提是谁和谁的录音 他没有提谁和谁的录音 猜测如果合理推测的话 就有可能就是和 和那个 就是被杀的 被杀的李静静之间的对话 李静静之后 就是这个女生呢 他一会儿说 他自己被强奸 一会儿说 就是那些警察呀 在关到里边的一个黑监狱 或者某个地方 关了一堆人呢 里面他看见别人被强奸 别人被强奸呢 然后他来就是要揭露 这个黑监狱 或者这个地方的存在 然后解救别人 但是他一会儿说 他自己被强奸 然后这个李 这个给他对话的人就说 你到底是自己被强奸 还是你看着别人被强奸 他又表示沉默 所以说就你在网上看见的 就是实际上 他就说他是作假 他没有被强奸 但是他一会儿又 又说至少说两次 就说发生了 真实在我身上发生的 好像就是自己被强奸 所以说就是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当然我自己判断的 他的确是说谎 他没有被强奸 但是他一直强奸 他看见别人被强奸 所以说他要出来揭露这个 揭露这个人 让那些其他被强奸 被剪较出来 从这个方面来看 我们假说 以亲共反共来说 这个杀人的这个人 的确是反共 的确是反共 所以说这就和他那个前面说 你们身为 你们身为中国人的就应该反共 那就是对的了 你看仔细听 目前不了解真相 仔细听的作品 是旧事 而不是还要 知道吧 他的确这点就对起来了 这个女的他的确是 这是我的看法 他好像反共 所以他在说的话 而你们刚才听这个录音 非常之清楚 说的是 你们身为中国人就要反共 我再给你们放大一点 最后悔的就是你们这些叛徒 你们身为中国人 是要反共 你们也要害死无数写生 还要害觉生 无数写生 还要害觉生 你们也要害死无数写生 还要害死 中国人就要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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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中国人就要反共 你看我仿佛重复了很多遍 他的确是 身为中国人就要反共 知道吧 所以说你看那些媒体 你看包括这些什么阴帖 都是你们还要反共 这是完全歪曲他的意思 所以说这个媒体操控 弟兄者们你看见没有 我们听了好几遍 我给你们听了好几遍 他的确是就要反共 我再来你们自己听 好 弟兄者们们非常清楚 这就是媒体操控 你们自己去看 现在他就是这样 他就有两半人 就是所谓搞民运的人呢 把这帮人因为李津津是所谓搞民运的嘛 所以就把这个杀的呢是共产党的人知道吧 就把推到队里面知道吧 但是按照这个李津的说法就是说 他就骂李津津他们叛徒 其实就是假反共嘛 假反共 他也你看那个里面 他说他怎么怎么的 当然这都有可能存在反应 但是只是说我们从这个语言表现出来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所以说你们自己看那个媒体 现在几乎所有的媒体 都把他现在是什么 把他定为是共产党人任务媒体的事 就是说词条比较多一些 就是把这个杀人的人 定为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多一些 所以说这就是媒体操控 知道吧 明明他说的是 旧事 而反而把他说成了还要 好 弟兄姊妹们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你们自己体会 这就是媒体操控 我们得到的信息必须要经过我们省思明辨 好 弟兄姊妹们 再见 我把我的那个题目 我改一下 是就是反共 还是 还要 反共 好 好 弟兄姊妹们 再见 好 弟兄姊妹们